那前置共鸣的部分呢 首先就拿出你的就是手 然后轻轻的放在鼻子上 然后先发 的声音 你会感觉到鼻子在震动 那就是对的 好 然后接下来可以 类化到语词 就是延伸到语词 像猫咪 毛衣 你要确定你的 就是有感受到震动 那这样那个 共鸣的方式才是对的 那接着你可以就是 变成词语长一点的句子 例如说 呃 猫咪玩球 对 然后再慢慢延伸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对话 那给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个案的情况 好 就是这个个案啊 它是35岁的萧小姐 那它因为是幼儿园的老师 所以需要长时间的说话 那说话时间就很长 所以如果 它的用声方式可能就是有错误 那所以它就造成 它嗓音常常沙哑 然后喉咙很疼痛 所以就来我们医院就诊 那它就先去耳皮侯科医生那边 那耳皮侯科医师就帮它 就是照内视镜 然后发现身带长检 那医生也是建议它说 是不是要进行手术切除 然后还是要就是先做语言治疗 嗓音治疗的附件 那萧小姐就决定 先来做嗓音的治疗 所以就转接到我们语言治疗师这边 我们嗓音治疗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般人说话 常常会用错误的发生方式 也就是我们会用喉咙去用力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 就常常让我们的声带受伤 所以其实比较轻松的发生方式 就第一个我们要先放松我们的肩颈 就不能让这里过度的处理 过度的实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前置共鸣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轻松的发生方法 声带放松的运动呢 我们平常就除了肩颈的放松 那还有吹水运动 吹水的话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纸杯 就一个杯子 然后跟吸管 那装两公分高的水 呃不能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 就是那个压力会太大 然后你就把吸管插到就是杯子里面 然后你可以对着水发污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放松我们的声带 那如果是长期就是职业用声者 像老师啊或者是主持人 你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放松神带 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放松方式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还有这个 followed 啊 啊 我 嗯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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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